嗨,我是熊仁謙,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想要跟你聊聊 死亡就能夠終結痛苦嗎 聊這個主題就讓我想到一個在佛經上記載的故事 佛經記載的故事呢就 特別多 那其中這個故事我印象很深刻,我小時候就看過 這個故事發生在佛陀時代 也就是2500多年前的印度 釋迦牟尼佛的很多的弟子裡面 他們其實最主要追求的是 所謂的解脫 那我這邊要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解脫這個概念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佛法一般認為生命是會輪迴的 所以如果我們這輩子終結了生命 或者說我們這輩子 離世之後 所有的問題不會就這麼結束 我們會繼續的 轉世 再一次投胎 投胎之後你又會再經歷一次人生的這個過程 甚至於你可能不一定生而為人 你可能生為其他的生命 可能會變成一隻闊魚啊 一隻鼻涕蟲啊,一隻青蛙啊,反正就這類的東西 這個佛陀告訴我們 我們修行的目的就是為了解脫 就不要再輪迴,不要再轉世 這主要原因是因為佛陀他 對於這個 人的 衰老生病跟死亡的痛苦 就特別敏感 他認為說人經歷這痛苦是很難以想像 那麼哪怕是 只經歷一次也是很痛苦 如果要一直一直經歷就 很麻煩嘛 所以 追求的就是說 不要再 投胎 那麼就不會再經歷 老病死等等的痛苦 那麼在佛陀這些時代 他們為了要追求這個結果 所以他們就會修行 那麼修行的目的是要到達一個境界 這個境界我們稱之為叫做阿羅漢 範圍叫做阿拉哈 那一般我們認為到這個境界的人 他就不會再轉世 他就不會再投胎了 那在佛陀時代的所有的修行的弟子 就為了追求成為這個阿羅漢的境界在修行 可是呢這個修行就來自於他殘坐啊 然後培養出內在智慧啊 得到某一種超能力而得到 可是比較麻煩的是呢 有一些人他得到阿羅漢之後呢 他就會停在那個狀態 他就不會再退步了所以他就 基本上他的修行已經完工了 等到他過世之後呢 他就再也不會轉世 可是有一些人呢就會退後 他得到阿羅漢之後呢 過一陣子他又掉下來 得到阿羅漢之後呢 過一陣子就掉下來 所以 就變得很麻煩嘛 你就一直努力的讓自己維持在那個狀態 那佛陀時代就有一個故事 佛陀有一個弟子呢 他因為 得到阿羅漢之後 然後 這樣子退後來回了好幾次 他就很麻煩 他覺得很煩之後 他就準備了一把刀 然後在某一次呢 自己得到阿羅漢之後 立刻就 讓自己從自己的生命登足了 然後旁邊的人就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就很 就緊張嘛很擔心跑去問佛陀說 怎麼辦他這樣子做是不是有罪業 是不是有罪障 很多人都會覺得就是自我了結 是會有罪孽跟罪障 然後佛陀說你們等我一下我來看一下 然後他就進入一種 殘修狀態 他在幹嘛呢 他去觀察這個世界他有沒有辦法找到 這一個徒弟 這一個自我了結生命的徒弟 靈魂到哪裡去了 然後最後佛陀發現他怎麼樣都找到這個靈魂 他就告訴大家說 他已經不再轉世投胎了 他已經得到解脫了 所以 他自我了結生命 不是一個什麼太大的罪業 這個故事我想要帶出來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其實在不同的宗教中是有不同的世界觀 跟看待生命的不同方式的 世界上比較主流的宗教或者說信仰呢有幾種世界觀 第一種當然就是我們所謂的虛無主義嘛 虛無主義認為說我們人死後什麼都沒有 全部歸於極境 一切都歸於消失就好像 人就很像是一個機器一樣我們就登出了 那第二種呢就是認為呢 死後會有所謂的 審判 比如說像現在比較常見的基督宗教也好啦 或者說這個伊斯蘭教等等 他們就相信 人死後會經歷過神的審判 那到審判日的到來就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有些說人之後會永生 有些說人之後會上天堂等等等等 這一種世界觀的特點是他看待生命是線性的 就是世界有一個開頭 有一個結尾 然後在這個生命的結尾之後 你還會以不同的形式 等到有一天可能你做了好事神會把你喚醒 然後做了壞事你可能就被神懲罰等等等等 這是屬於線性的世界觀 那麼第三種就是屬於圓形的世界觀 這個圓形的生命觀主要體現在就是所謂的輪迴 輪迴的觀念呢 一般有所謂的生命輪迴跟自然輪迴兩種 什麼叫自然輪迴 自然輪迴就是大家比較常有時候會聽到說什麼一個人 可能過去是一隻草啊或一棵樹啊等等 就是人的這個靈魂會在 物體物種的各類選項中來回 可能他一下作為生物 可能有時候作為植物 可能有時候作為什麼石頭啊等等這樣子來回 另外一種就是生命輪迴 佛教跟印度教等等的文化比較是信仰生命輪迴的 生命輪迴的信仰認為說 生命輪迴不會在 什麼植物啊 石頭啊 這種生物上發生 它只會發生在 生命的身上 只會發生在這個動物的身上 所以這是屬於生命輪迴的理論 我小時候看過一部電影叫做小活佛 是這個Tiano Leafs的電影 那這部電影其實他講的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就是在差不多1960年代的時候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西藏喇嘛叫拉邁耶謝 他的徒弟加他的這個小弟弟吧 就是他的學弟叫做拉邁斯巴 拉邁斯巴是去年還是前年剛過世的 那這個拉邁耶謝很早就過世了 他是在那個年代呢 最早把這個佛教帶入西方的大師之一 拉邁耶謝過世之後 他們為了去尋找他的轉世 佛教認為人會轉世嘛 就像我剛剛講的會有輪迴跟靈魂 為了去尋找這個拉邁耶謝的轉世 所以呢 他們就 經過了很多很多的傳統的做法 最後呢找到他的轉世是在西班牙 現在這個轉世年紀已經很大了 30幾歲 40歲了 那麼根據這個題材 西方就拍了這部電影叫做小活佛 Little Buddha 裡面最主要一邊講著這個找轉世的故事 然後一邊 由Keyanu Leafs 去演佛陀這個角色 題外話因為他也是佛教徒嘛 所以他可能當初就很樂意接受了這個角色 然後這個裡面就解釋了很完整的這個佛教的生命觀 有機會的話我建議你可以看看 佛教認為這個人的靈魂 生命是不滅的 換句話說叫做能量不滅 能量不滅指的是 就像我們離世之後 我們的肉體他會變成另外一種能量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的精神 他會以一種能量的狀態 持續下去 那麼在持續下去的過程中 他會再選一個另外一種生命形態 然後再繼續他的另外一組人生 所以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很多人都會以為 這個結構是 人 死掉之後 然後就會以一種鬼的方式存在 然後等到他願意放下了 或者說他 功課做好了 或者說他得到審判了 他才會去投胎 但其實 佛教的觀念不是這樣的 而且輪迴的這個 最原始的版本來自佛教的體系 也不是這樣的 佛教認為首先 生命有六種形態 人類 然後還有另外兩種是比較正面的就是所謂的天神 跟一種跟天神很接近的生物叫阿修羅 那除了這三種形態之外呢 還有另外三種就是比較負面的生命形態 比較痛苦的生命形態 我們稱之為地獄 惡鬼跟畜生 那這六種生命形態呢 是 輪迴中 你只要是生物一定是 這六種生命形態 那麼這六種生命形態因為他是生命 所以他有一個共同點就是 他是有生 必有死 因此呢比如說假如像我這個人 如果我死後 如果呢我 運氣比較不好 我可能就會 投胎一定會轉世為其中一個 生命形態或許是比較負面的 我可能投胎為某一個鬼啦 或者投胎為某一個動物啊等等 他是像一個這樣的運作模式 這邊的一個重點是在於 只要你投胎為某一個生命 他是有生 就必然有死的 所以 並不是說 我死後然後我等待一個 過程 然後或者說我只要在這個地方 等一段時間之後 我自願了我才會去投胎 不是這樣的投胎會在你死後立刻就 啟動這個機制 然後我們就會投胎為下一個生命 但這邊有一個重點 有一些生命體 他投胎之後他不會意識到自己投胎了 而有一些生命體會 那接下來就是要進入我們今天講這個重點的一個深水區 死亡是否會終結痛苦的這個問題 我們要先回到一個比較根本的角度去看待生命 我們要避免用二元論的方式來看待生命 什麼叫二元論的方式 就是 我們很容易把生命看成 活 跟死 或者是看得到的跟看不到的 如果我們用二元論的方式來看待生命的話 就很容易進入一個就是 線性的空間 很多人我們對於生命的想像是這樣 我現在活著 然後我離世之後 我可能就變成了某一個靈 某一個鬼 然後我就一直在那個沒有人看到的世界中存在 那某種情況之下我可能又變回人 是一種這種很像是隨機制的這種發生 可是其實呢 在佛教的解釋我們認為首先生命有六種形態 而這六種形態呢就你可以想像為好像 六件衣服 然後當你現在穿著身上這件衣服 稱之為人的衣服 直到他這個衣服就破了 你再也穿不了他的時候你就把它脫掉 就好像死亡 可是你一脫掉之後 你最多在49天之內 你一定會再拿一件新的衣服穿起來 然後當你拿一件新的衣服穿起來的時候呢 就是重新開始一段生命 你不會處在一個 死後可是卻沒有重生 這是一個投胎就是重生嘛 你不可能處在一個死後卻不重生的階段很久 死後而不重生的階段最多就是49天 49天之後你就會重新開始一段生命 然後你又在這段生命 再一次穿著那件衣服 繼續過一段生命 然後直到這個衣服再也受不了了 你又會在那段生命再一次死去 然後你就會重新 無限的這個循環 所以他會就是 就是無限往復嘛 就是他不停不停的這樣子 生死生死生死 就是穿衣服然後他破掉你脫掉 然後你再穿衣服他破掉你又脫掉 不停的經歷不同生命的生死 然後在不同的生命形態中換來換去 然而呢 在眾多的生命形態有 三種生命形態是比較強勢 而三種生命形態是比較弱勢的 什麼叫做比較強勢的生命形態 比較強勢的生命形態的意思是說 這種生命形態的生命 他能夠培養出一套新的自我認知 就你可以以我們人類來看好了 你想像一下像 我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例子 我從小在台灣出生 然後我在台灣成長到一個年紀 可是我之後 我的求學時期 基本上都是在印度跟西藏 西藏文化圈度過的 所以我的某一種自我認同中 我對於自己是這種 藏人文化圈的人的自我認同 就遠比 我是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可能還要多一點 這就是所謂比較強勢的生命形態 我們人類都是屬於比較強勢的生命形態 強勢的生命形態的意思是 我們不一定會順著我們天然的情況 我們可能會順著我們 這輩子 我們有機會創造一個 新的自我認同 變成一個新的人 有新的知識 然後得到一個新的身份 有新的成就 我們能夠創造新的東西 有這樣子的能力 就是所謂強勢的生命形態 不但是我 你看美國就很多這種例子 可能上一代是什麼 比較東南亞地區的移民 但下一代這個孩子就變成了國家的國會議員 人可以改變自己的 出身而變成一個更好的生命 或者說人可以改變自己的出身 而變成一個更好的自我認同 這就是所謂強勢的生命形態 那麼相對的 什麼叫弱勢的生命形態呢 就是 你出身如何 你就被綁定為那樣子 那這種就是比較弱勢的生命形態 那以我們今天的例子來看的話 比如說 如果這一個生命本身 像 如果我們剛剛講的 三種比較負面的生命形態中 如果他是鬼的這種生命形態 他往往就是比較弱勢的生命形態 中國的歷史上 我們時不時都會聽到像這樣的一些故事 就比如說某個人 最有名的可能就是關公 佛教的文獻上有這樣的記載 他死後呢 變成了一個鬼王 但他變成這個鬼之後呢 他沒有 建立出什麼新的生命形態 他仍然保持著 我是官雲長的這個自我意識 理論上他其實已經 重新開啟了一段生命 但他沒有 從此而得到一個新的生命認同 他不會重新認為說 我現在是這個某個山的 這個神啊 我是怎麼樣怎麼樣 他沒有這個新的生命認同 他會繼承他上輩子的那個生命認同 他上輩子叫官雲長 他下輩子變成 鬼的這種靈體的時候 他還是認為自己是官雲長 不但關公是這樣的例子 在這個 中國歷史上你常常會 聽到什麼 有一些 很有名的這個大臣也好啊 皇帝也好啊 甚至於這個將軍啊 他過世之後因為有怨氣 所以他變成怨靈 對吧 然後這種怨靈呢 最大的特點就是這個怨靈他會保有他上輩子的那個身份認同 他上輩子認為自己叫做 老甲 他下輩子就會認為自己叫老甲 他上輩子認為自己叫老乙 他就會認為下輩子就會認為自己叫老乙 他不會覺得 老甲是上輩子的事了 我現在是一個新的人 不會 他會延續他上輩子的生命認同 這種會延續自己上輩子的生命認同 就是屬於弱勢生命的特性 這邊最吊詭的就是 往往他會延續自己上輩子的生命認同 是會延續自己上輩子 最後的那個樣子 這就是為什麼在很多的民間信仰或民俗文化中 假如一個人 他最後離世的時候是因為重病而過世的話 在民間信仰的文化中會有一個環節 會幫他做一個 一個步驟 一個法式 叫做藥燦 藥水的藥 燦毀的燦 或者會為他做這種有關於藥的法式 然後在這個藥的法式的時候 就會告訴這個離世者說你的病都好啦 你的一切都好啦 你的這些原本有的痛苦都好啦 因為他如果不這麼做的話 很有可能那個離世已經變成了另外一種生命的靈體 他還維持著自己上輩子的那個生命認同 他還堅持著那個生命認同 所以他上輩子最後是重病的 他就會覺得自己重病 他其實沒有 但他就覺得自己還在重病 因為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經過 重新投胎的這個過程 對他來說 他可能就是 本來重病 然後突然睡了一覺 然後這覺睡了比較久 醒過來之後他還是重病 可是其實 他睡著這個覺的過程已經經歷過轉世投胎這件事 只是他這次投胎為另外一種生命體可能是比較弱勢的這種生命體 而他繼續沿用了他上輩子的這種最後的 對自己的認識跟了解 包括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生命狀態 自己的心情 自己的情緒等等 所以呢 在某些情況之下 如果一個人 他是用自我了結的方式來終結生命 或者說 在生命的最後 我們感受到很多痛苦 比如說可能有一些 心理上的疾病啦 或心理上的難題 所以覺得我過不去這一關 我選擇用自我了結來終結痛苦的話 首先 依照佛法來看 我們認為人會輪迴會轉世 所以 新的一段生命 不代表你就不會有新的痛苦 其次 如果我們是用這種方式 終結自己的生命 往往會讓我們進入到另外一個生命形態之後 這個生命形態 我們雖然重新轉世了 可是他仍然保有上輩子最後的那個觀念 所以比如說他上面的最後是自我了結生命的 這個時候他可能 身為這個新的生命體 他還是對於自我了結 還是對於憂鬱 還是對於焦慮有那種強烈的執著 跟強烈的怨 這就是為什麼在某一些文化裡面會說 如果一個人在這個地方自我了結 他就會重複的在這個地方自我了結 並不是真的有人會來審判他 或者說有外在的力量來規範他 而是因為他的那個執念 會讓他進入到新的一段生命之後 仍然被這個執念所痛苦 真正讓他感到痛苦的 不一定是痛苦本身 而是那個執念 最後我想要分享一下在印度的主流靈性文化 不論是佛教或者是印度教或者是大部分的這種觀點 他們是怎麼看待生命的這個事情 大部分我們認為說這個生死輪迴的這整件事情 他就是像幻象一樣 你就想像你今天在做夢 很像全面啟動嘛 夢中夢夢中夢這樣 我們現在入睡了在做夢 然後在這個做夢裡面我們經歷了生生死死 在夢裡面你不停的生 然後死 所以假如你做了一個夢 然後在夢裡面你又做了一個夢 就有夢中夢嘛 然後你就經歷了這個夢中夢的 出現 消失 出現消失 就好像是生死生死一樣 但其實所有的底子你都在做夢 那麼在印度靈性文化都這樣認為 就是我們所經歷的輪迴的這一切呢 全部都是屬於 這個 夢 夢境一般 都是幻象 在泛語稱之為叫做Maya 那麼這一些的幻象 他是我們內在的 混濁能量所造成的 如果我們想要 做一個好夢 我們想要在 我們的夢中過上好的生活 那我們要平衡我們的混濁能量 而如果我們想要徹底覺醒 或者說所謂的佛教所說的解脫 印度教所說的這個 他們所追求的這種 比較至高無上的覺悟的話 那麼我們就要從這個 混濁能量中清醒過來 我們要開發出 我們的先天的智慧能量 這樣子的一段話其實就總結了整個 印度的不論是靈性文化也好 或者是佛教也好 他的修行邏輯跟他的修行系統 當然對我們來說 我們要 去平衡能量也好 或者說我們要去 整理能量也好 我們都必須要先理解自己的能量狀態 這也是 陳詞不打作我們現在在我們的LINE上面 包括我們現在要做這個新的軟體啦 還有我們做的一些靈魂測驗 都是想要幫助大家去了解自己的靈魂能量狀態 以及知道如何善用自己的能量 達到一個良好的平衡 因為這個能量是會隨著 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情況 我們能量會有起伏 而平衡他是我們可以為自己做的 第一個功課 希望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我們下次見 拜拜